第2118集 圣皇子则拎着铁棍围绕着古星看个不停 对这般庞大的头颅画成星辰很感兴趣 想剖开看个究竟 吉浩玉说道 相对于伦海 头颅画作这么大真的不算什么 很是镇定 叶凡念念不忘那枚神秘的金乌卵 既然我们来了 实力皆大尽 且这次有地气在手 可以去地层深处探个究竟了 他不会忘记那只强大的火乌鸦 一座就是两千年 几乎从来不出现地面上 呆在地心守护一枚金色的神卵 要知道 这片古玉共有三尊大圣 那火乌鸦就是其中一尊 被他守护的金色神卵肯定非同小可 圣皇子听闻后历时振奋了起来 好 我们去探个究竟 首先 他们降临在这颗古星 静止寻到了王子文府邸 时隔多年 他静况很不错 其岳父成为大圣 而他自己修炼尽静 已很快 唐伯 王子文见到叶凡 虽然惊喜 但是却谈不上震惊 毕竟相遇过了 没有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庞博 这可真是相别一百数十年了 王臣王熙这对兄妹在酒宴上敬酒 让庞博一阵恶然 而后感慨万千 当下非常豪气地送上了两份重礼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叶凡询问地心深处的情况 王子文摇头告知火乌鸦离去了 这是王子文的岳父说出的情况 这个火鸦大圣真的是神通广大 竟带走了不可撼动的最后一团仙台火焰 与那神秘的卵消失了 叶凡等人吃惊 神秘金卵消失了 被带到了哪里呢 虽然乌鸦大圣很谨慎 预感到了什么 直接离开了这片星域 他们持地气深入地层 来到这里 发现冷冷清清 什么香火叶等都不见了 庞博说道 你确信那是金乌蛋 而非灵宝天尊的元神涅槃 这古天尊活不了那么久远 嗯 灵宝天尊是人族的吗 该不会源自金乌族吧 圣皇子的问题更怪 让人有些无言 最后 他们在这片星域盘根了多日 主要是叶凡杜杰 巩固道果 再悟天地权 毫无疑问 叶凡直接晋升到了 圣王九重天绝点 他的实力早已到了 不得天地认可 只是今日才杜杰而已 总是拖延也不是办法 杜杰后 可让道果更为凝实 最终叶凡他们离去 王子文也要跟随 他想沿着人族古路逆行 回地球去看一看 因为儿今有坐标在手 一双儿女都要跟随 父亲 我们和你一起去 王子文说道 星空中很危险 等你们实力再强大一些吧 这么多年来 他备受煎熬 总想回到故乡 总在梦中带着泪痕醒来 再等一等吧 星空要乱了 你们不适合上路 大声开口 王子文的岳父留住了他与一对儿女 高阶现在不是上路的时候 就这样分别了 叶凡 磅礴 无声的挥手 他们也想回去 但儿今 还是要向前走 就此分别吧 我要横跨几条古路前行 不与你们同道而进了 当来到人族古路上的一座圣城后 圣皇子辞行 猴子要去摸力自己 进行最残酷的大战 而今人族古路上有叶凡 这些人就足够了 他要去跨域 进入传说中的其他古老星地 圣皇子临去前问道 过段时间 等我扫平敌手 登离一条路的尽头后 会回北斗去看一看 你们呢 我也回去 叶凡宇他约定 他日重返北斗古行宇 去见证成仙路 请此一别 不知多少年后才能相见了 圣皇子 走好 姬子月回首 众人为他送行 二斤我们去哪啊 去人族最后一关 看个究竟 现在无人可挡其路 他杀进了 敢与争锋的年轻志强者 金蛇狼军 桑谷 吞天兽 地狮等陨落 早已震动人族古路 好 去看一看人族最后一关 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等 灯临绝颠 众人都是万丈豪情 开始上路 宇宙真的很大 若不是利用五色祭坛 神光台等工具 即便是圣人多半也要迷失 找不到归途 冰冷的天雨 大到让修是深感自身的渺小 修炼到绝颠都不能探索到这片星空的尽头 不知这个世界的本源 大宇宙 无穷无尽 也许唯有大地能履行到终点 探索到最为质朴与简单的秘密 黑暗的宇宙不知长远 不知时间 夜凡他们旅行了也不知几个月 这样下去 像是永远也遇不到人烟 看不到生灵 在古路上争风时 群雄并立 多个古域的人节来袭 而今一旦脱离那些特定的地点 走上百事也难以见到生气 泡汉无银的宇宙最多的只是枯寂 这种感觉很不好 一年两年还行 若是一生一世 如此会让人发疯 姬子月轻于感叹 人类太渺小了 宇宙贪志一瞬 也许也是人间几世轮回 分与谁比 在夏重一世的生命中 或许我们就是先 修行到现在 长生不可得 诸多天骄至尊都埋葬了黄土中 帝尊不死天皇 人皇狠人 虚空无始清帝等 多么的至高无上呢 经验到让人恨不得 早生数十上百万年 只位于他们一见 可是他们也都逝去了 成为了陈于土 也许世间部分人的幻想 认为他们当中个别人还活着 是对追求长生的最后一点激励了 叶凡他们回到了人族古路 接下来的目标只有一个了 前往人族最后一关 见到了一个根本与究竟 人族圣城第八十一关 宏伟而巨大 悬在一片星空中 被银白色的星辉笼罩 看起来神圣而祥和 这一日 叶凡一行人赶到 但这并非人族最后一关 只是他们陆经这里 要了解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 故此驻足 当他们进城时引发轰斗 一群人冲上街头 远远围观 彼岸一战 无论是人族 还是其他种族 都曾去过一些高手 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被传了回来 震动这一遇的星空 叶凡创天地拳 扼杀诸多天骄 粉碎了很多人的地禄梦 杀到年轻一代颤礼 无人敢成尊 被人得惜 让星空古鹿大振 而今的人族古鹿 霸王败了 地天神雨 大魔神等碧腿 谁还能与叶凡争雄呢 若隐若无解 他在这条路上几乎无敌了 也许 他能代表人族出战了 竞逐最终的星空下 第一枪者位置 登上绝殿 成道为敌 这是一些人私下的议论 这条路可不好走啊 古往今来成帝的人 其亲朋故友等 大多都因其而战死了 历来都笼罩不详 无比艰辛 叶凡他们进城 引发了众人围观 他的名气 而今响遍者 数十上百圣城 所有人都眺望 关注一行人 许多修士观后一声轻叹 感觉到了沉重 叶凡的血气虽然内敛 但是那种威势 依然压得人传不过起来 他们知道 远远比不上这个人 即便很多人走到这一步 早已放弃了地路 只是为了磨练自己 以便将来回到自己 所在星地时 而足够强大 但是此时还是难免失落 有人酸溜溜的说道 也未必是他笑的最好 当年人们看好霸王 帝天 大魔神等 到了最后还不是圣体 后来居上 发生过一次 就可能会有第二次 古路离封闭 时间还远 谁知道 还会出现何等经验 古今的人物 你能找到一个 比霸王帝天 更强大的人吗 有人反驳 结果呢 刚才说话的人 不多说了 我要词